Hello大家好我是制动玩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是什么评测 没错 前不久黑沙3刚刚开了发布会 然后老叔然后干嘛 前不久黑沙刚刚开了发布会 我也是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两款手机 没错 在我这边的就是黑沙3游戏手机 不对 全称叫腾讯黑沙3游戏手机 是腾讯黑沙3游戏手机 还是黑沙3腾讯游戏手机 这个就是黑沙3 这个是黑沙3pro 没错两个手机一对比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明显是这个手机要更大一点 这个手机小一点 没错 这是高端版的 然后两个手机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我这手机拿的这个黑沙3pro 因为它有很多功能 是黑沙3没有的 首先看一下黑沙3 这个黑沙3这个logo 背面的logo就换了 之前的黑沙2是这个样子的 还可以看出来这两个手机的设计师的 这改变还挺大的 上面有一个三孔摄像头 然后这底下是这个5G 这个黑沙3这个手机支持5G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是一个磁铁的 它是磁铁口的是吸附性的这个充电 然后黑沙3也是继承了之前黑沙2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游戏的一个游戏模式的按键 然后它的边缘也是比较光滑 整体来说的感觉手感 黑沙3这个手机是比较小的 这个这样一个手拿得住 然后再看看我这边这个是这个铠甲银 是凯甲辉还是凯甲银的 这个白色的黑沙3扑 明显要比这个大了不止一点 我这个就是拿着这个黑沙3扑 这背面 其实两个手机的背面 其实设计上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这个黑沙3扑 可能比较适合男孩子的手 手比较大一点拿还平点 如果就是手比较小 拿这个还是有点累的 你看我这一个手 我的手指头一扎是20厘米 我拿这个我都感觉有点大 然后这边的黑沙3扑 有一个什么附加的DLC呢 就是这两边这个升降键 大家看一下 我们开始打开游戏模式 这是我刚进的这个王者荣耀 黑沙3扑有什么东西呢 它这边有独特的一个设计 就是两边的这个升降键 就相当于我们手柄 经常是用的那个 两边的这个侧键一样 然后你只要打开这个游戏模式 这两边这个键就一按 就收过去了 你看你可以升一个 你可以升两个 看一下就弹出来了 你看 就是很有这种 这个高端的这个游戏的气息 这黑沙3的物理外挂又升起了 因为之前的手机都是那种就是 之前的一些游戏手机 它都是那种触碰的嘛 我就像触屏一样 但是游戏手机呢 它至少得有一个物理按键 再让手感才好一点 这个太好玩了 这个啊 这个的话有这种物理键的话 玩游戏感觉就是更舒适一点 尤其是玩一些 接机游戏啊 或者是你玩一些吃鸡游戏啊 这个侧键的话 就是摁起来是手感比较好的 因为一般游戏玩家都是喜欢用这个手柄那种物理按键 就真正的按键是触感有触感 摁进去的这种感觉是最好的啊 这种的话 这种测键我觉得最适合打一些和平精或者一些射击游戏 或者是一些机器游戏 比较合适 然后这个测键呢 它这边呢 是也有个小小的缺陷 就是它这个边缘 哎 它没有延长到手机的顶端啊 正常来说的侧键呢 就像这个黑鲨的手柄一样 黑鲨有个手柄 给大家看一下 没错 黑鲨还有个外设手柄啊 这个手柄也加了很多黑科技啊 类似于这么陀螺仪之类的 你看正常来说的 这种侧键的手柄 它的弧度是已经弧到这个位置的啊 这样的话摁起来 其实正常来说 一般游戏手 不是一般游戏玩家的手柄 它是容易侧这边 这边压的比较多 这么多比较少 因为一些手指都比较短的人 他是只能按这儿的啊 所以说它弧度 这个比较符合人体工智学 但是黑鲨3的这个侧键呢 物理按键呢 它只到这个边缘 所以说你按的时候 如果是你的手比较短的话 因为你是用手柄撑着这个手柄嘛 你按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压力是 按在这儿的啊 我希望黑鲨4的时候 能就是稍微优化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把它的这个弧度 再往监人沿 沿到这个位置 更适合这个 更像这个游戏说明啊 黑鲨 但是黑鲨3的这次升降键的突破 确实是救到我了 而且这个游戏 最好玩的就是 它很人性化啊 如果你的手机不想像坠落 不想像坠落 它会把这个键摔坏 那谈到它有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设定 就是如果你的手机真的摔了 它会自动收回去 大家看到了吗 真的自动收回去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到啊 就是是 现在 诶 我扔 诶 像变魔术一样 没了 还有一次可见 黑鲨这次这个手机 还是非常有诚意的啊 很多小的细节 也是满足了很多游戏玩家需要的需求 讲完这个手机的这个升降键的黑科技以后呢 它还有很多别的黑科技 当然这个也是满足了所有玩家的需求啊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侧键 觉得它比较积累 或者是你平时玩玩种药比较多啊 你买黑鲨3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想玩一些更复杂 更需求操作更高的游戏 比如说像和平晶这种啊 你想就是或者是玩一些很多街机类的游戏的话 两个侧键还是非常关键的 你可以入手一个黑鲨3扑入啊 并且这个价格其实在同级别的安卓机里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还有这个触控的设定里面也是加入了这个侧键的触控啊 大家都知道以前是有压杆设定的压杆设定 你是可以映射到每个按钮 像这种小按钮可以映射到某键 然后这个升降键一样也是可以映射到键的啊 如果打网种药的话 你可以映射到这个补兵或者是补塔或者是打小兵啊 如果是合并精英的话你可以设置射击或者是扔手雷这些都可以 然后还有个语音操控 黑鲨3加入这个语音操控 就是你要说的话就会映射到啊 这里面的这个一些技能上面去 比如说吃鸡的时候扔手雷扔手雷啊 开枪开枪开枪锁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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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描自描自描飞天飞天飞天 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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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挂开挂开挂 黑鲨3就是腾讯公认的物理外挂 王主荣耀啊 90赫兹的屏幕支持腾讯类所有的游戏 官宣公认的物理外挂 起码腾讯的所有的游戏产品啊 这个已经被官宣了啊 这你就只要拥有它就相当于物理外挂了啊 然后这里面呢 黑鲨3还有一个散热背板啊 这个散热背板 哎 看起来就很像那个电脑的散热啊 这个散热背板呢 是这个要扣在这个游戏上 游戏手机后面的 并且呢 把它放在这个游戏手机的这个核心的位置啊 也是CPU的位置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蓝牙连接这个游戏的设备 哎 没错 你就可以用蓝牙连接这个游戏设备操控它 但是这个散热器呢 有一点不方便 就是它是要外接电源的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出门在外想散热墙的话 啊 你需要配一个充电宝 方便你在家里打游戏的啊 方便你在家里打游戏是比较好的 没错 你开头了散热电源之后 它就开始转起来 而且它有背光 炫彩的背光 嗯 没错 之前给凯甲3提过意见 就是说 电子竞技 一定要灯要炫 只要灯足够的炫 玩家就愿买账 凯甲3也是继承这些游戏外设的一些特点啊 并且保留它的一抹金设计 尤其是这个铠甲银 还是铠甲灰 也是铠甲银 非常的像 三一抹金 尤其在后面后出那个粉色的 我说特别像苏菲 这个散热啊 它的表面温度能降到零度 当然这个黑插3 现在这个电池的容量也是改了 它是双条电池 也就是说 它有更大的电量 因为这个5G的耗电量是非常高的啊 并且配合一个90赫兹的屏幕 想要玩游戏手机的话 它的续航能力是一定要强的 然后这个加完这个散热风扇的时候 这个手机的重量就一向上来了 其实黑插3铺路比较适合男孩子用啊 女孩子用呢 就比较符合这个买这个黑插3啊 买黑插3比较好 女孩子买一个粉色的啊 男孩子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啊 如果你的手足够大的话 就买一个铺路也是不错的 哎 说完了这些东西啊 这个酷炫的外设以外啊 还有这个手柄 出的这个手柄的做工 要比黑插2强不少 给大家看 你看黑插2的 这是黑插1代的手柄 大家可以看 这边比起来的话 就做工还是 简陋了许多啊 而且它这个按键的这个手感很硬 然后到了黑插2进化 它是这样 但是它这个设计呢 是这种棱角形的啊 棱角形斜边的话 这种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然后到了黑插3代 就非常的圆滑了 这个人体工程学的这个 手感的设计 要比之前都强很多 而且它还自带6轴陀螺仪 是干什么的呢 我会给大家发现个宣传片啊 应该会在一个视频下 也就是说 你只要把这个手柄 接到这个手机上 你就可以使用一个陀螺仪 打王手药的时候 你在放技能的时候 你放技能的时候 你要看这个周围的视角 就比较麻烦 但是有了这个手柄 你可以用陀螺仪快速的 寻找你的视野 也就是说你可以超视野看敌人 再也不用去拖这个屏幕 非常的方便啊 这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物理外观 就是不知道到时候 匹配的时候 会不会给你匹配到 那个模拟器啊 因为腾讯 既然说腾讯黑砂手机 应该不会这个样子啊 然后黑砂3这个手柄 它也是建议这个Switch设定啊 它是有一个轴按的操作 大家听到了吗 对这个摇杆的轴是可以按去的 是L3按键 L1 L2 L3 也就是说 如果以后手机出很多 比较好的那种大型仪器 或者是模拟器的话 你用黑砂3的手柄 基本上都可以实现 屏幕的设计来说 这是一个90赫兹的屏 哇 我天哪 哇好热啊这边 这风扇开始有热度了啊 屏幕上是个90赫兹的屏幕啊 90赫兹的屏幕 其实已经可以满足所有游戏的需求了 为什么不配个120赫兹的屏幕 其实我在考虑这问题啊 估计是因为这个供电的问题 如果5G再配个120赫兹的屏幕的话 估计电池要崩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 我现在运行这个和平基因啊 和平基因它需要的配置是比较高的 然后现在已经感觉明显的这个热风 热风袭来了 已经有 这个温度 就是那种热热温温的你知道吗 它就是现在热气在往外出 这个散热的效果要比之前的 那个散热浮散效果好 很多很强 哎我看一下的真具 因为我的摄像机是59真的 然后我可以现在先调试一下 好我现在要把这个 所有的特效都开到最高啊 好我现在要把所有的配置 全都开到最高 好我已经感觉到这个游戏 游戏的这个散热的温度 已经直线上升啊 然后我随便开一局 至于收尸机是比较适合这个升降键呢 你把它升起来 并且你可以对应很多的东西 再加上语音啊 就是因为你知道吗 就吃鸡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切换物品或打药的时候 你说打药打药打药 对吧 我们现在把它全开开啊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左键是瞄准 右边是开箱的事情 这样的话压杆就可以做更多的操作了 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做九指操作啊 要夸张 右压的时候是蹲起蹲跳蹲跳之类的都可以 所以说现在变成了压杆一跳 然后左边是瞄准右边是开箱 这样的话就感觉有点像这个 玩那个用手柄玩玩那个设计游戏的感觉了 看一下游戏的帧数和屏幕 非常的流畅画面非常的流畅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特效的开到最高了 非常的流畅画面 OK这就是我以上的一些对这个黑鲨3游戏手机的一些评测 对黑鲨3腾讯游戏手机 哇靠哇靠哇这个是冰的 这个风扇它是冰的你知道吗 我去它上面有露珠你知道吗 就是温差之间温差之间太大了 然后露珠这真的是冰的就像冰箱一样 天呐怎么做到了这个东西 哇风冷的效果这么好吗 天呐这凉的真是 不是啊天呐这个太牛逼了这个散热 我感觉黑鲨3腾讯游戏手机 给我最大的这个惊喜就是一个散热器 它真的很厉害这个 这个散热器为什么那么厉害 之前总吐槽的就是为什么 游戏手机它不装一个手机口呢 因为很多人觉得蓝牙耳机有延迟 其实黑鲨3蓝牙耳机的延迟你做非常低的 但是还有很多人喜欢那种 嗯3.5毫米的手机口插 所以说这次黑鲨3和CCMPro都给你们大家装了一个手 就是一个耳机孔在这个手机的顶部啊 没错满足大家所有的需求啊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细节 你是个女孩子的话可以入手这个黑鲨3啊 如果你是一个对游戏要求很高的玩家的话 你可以入手一个黑鲨3Pro啊没错 不对全称叫黑鲨3腾讯游戏手机 好长啊这个名字啊 所以说黑鲨3还是为玩家准备了很多小细节的东西 比如说啊就算你的手机要摔也没关系 你看给大家骗戏法啊 这个最坏的最容易坏就是一个微动啊 这个微动很精细很精妙啊 它可可以可以伸出去 它可以收出去又可以伸出来啊 如果您不用担心它坏枣 如果你稍有不慎啊 你要坠落了 它就会自己收起来啊 多么贴心的设计 给大家变魔术啊 看这个两个剑已经升起来了吗 看1 2 3 走 Oh Pize off 啊